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一种爆出MeToo运动 就是爆出长久以来台湾的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 那讲到这整个起源 要回想到我那时候刚大学毕业回去台湾做事 我其实前几份工作都不差 但是我都只做很短的时间 那之前如果有听我之前的节目的朋友 可能就大概有听过吧 但我那时候就是被讲成草莓族了 包含我有去三立电视 我在三立做过执行制作 这段经历也只有少数的朋友 就是在那段时间知道我有去三立上过 因为我自己也没有提 毕竟你在年轻的时候 你的履历表上也不会去想写一个 你只做了一个月的工作 但我那时候没有做的原因就是在于 就算是一个月我也看到了很多 很算是蛮震撼的吧 那时候就是很多 娱乐圈真的是黄毒毒 除了很多不良习惯 然后那个时候感觉我的工作 讲得好听是执行制作 讲得难听一点 我就是在去统筹 然后去做一些 比方说安排就是什么时候 要给某位大哥送上槟榔 然后什么时候 就是在他们在那个录影空档的时候 就是赌牌 赌那像什么大老二啊 就是赌那种 就是赌牌 然后赌到插播要提醒他们 该录影了 就是这种杂事 然后还有很多当然没日没夜的一些 一些超时工作 虽然说 三立就跟其他几个电视台一样 有这种很奇奇怪怪的 这些娱乐圈的陋习 但是有一点 我是肯定三立 就是三立是一个薪水上那时候 其实是有给到位的 就是薪水它比那什么 相对再比同期像TVBS啊 什么都很高 TVBS其实是最低的 OK 所以在这个 讲完这个娱乐圈题外话之后 那我只是再度要提醒 就是娱乐圈是个大染纲 它绝对不是 你想象中的那么的光鲜亮丽 甚至于艺文圈也是 那接着下来就要讲入正题 所谓的反走过必留痕迹了 张铁志这个人从很久以前 就听过他有性骚扰 而且这消息的来源是非常可靠的 是一个我认识一个非常在 在纽约整个艺文圈 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位老师 而且他也一直在为台湾的艺文界 做很多很多的努力 然后就算不要讲到说之前 我有没有 就是有没有听过他性骚扰 但就我跟他有见过几次面经验 他这家伙呢 就是在台湾都是一个台独青年 愤怒青年 虽然他也不年轻了 这是一个愤怒的台独青年 然后极右派自居 但到了大陆去 又转身一变变成一个 左派的一个学者 然后非常心 反正他就是一个非常双面人 那他给我本人的感觉也是这样 这是一副 你不知道在拽什么 这是很拽 然后 好 然后台大 他又是台大的 为什么 好 我还蛮多台大的朋友 很奇怪的就是 泡泡那种 很让我讨厌的人 也常常都是台大毕业的 那他被上链了 他被上了区块链了 因为这个人呢 我从来就不是我关注的对象 我会注意到这则新闻 就是因为 我常在看那个歌我快不行 练新闻 然后他们就讲到说 哇 有一个 第一个被 他的那个性骚扰的 这个旷世奇闻 就被上链 放到Tizel Chain 就是上面变成一个NFT了 就不是他这个性骚扰的 Proof of Work 真的是被认证 而且这个 不知道是谁把他上链了 但我觉得这样子一个方式 真的是 非常有创意 非常鼓励大家也这么做 然后呢 这件事情是怎么bear con的 就是 因为他自己有 自己自白 他在脸书上面自白 就做 但是呢 他的自白很tricky 就是很狡辩的就是 哎呀 他说那时候就是有可能 因为事情过了很久啊 然后就是 反正大家可以去网路上找啊 去找焦原谱 写的这一篇 就是评价这件事情 那 反正这件 他就是 讲的自哀自怜 就是你已经搞不大懂说 到底谁是 被性骚扰的对象 谁是加害者 谁是受害者 因为他一直在讲说 那个时候是 衣服就年少轻狂啊 然后不懂事啊 然后 又是 把这个 就是 就是但是跟记忆都有落差 后来网路上很多贡献 都不是正确 然后接着下来 OK Are you ready for this? 我 最奇葩最奇葩 为何会这篇文 就是这篇发文呢 为什么会被上链就是 他居然把他歌大 没有毕业也可以牵托 他念过歌大研究所 他把这件事情 可以牵托上 因为这件事情 带给他的阴影跟伤害 哇 太好笑了 你研究所的论文 写不出来 你可以牵托到 你有性骚扰过别人 所以这个时候 焦原谱 就给了一个 就焦原谱就发文了 焦原谱就讲了说 哇 这个真的是旷世奇文啊 这个加害者 变成受害者的姿态 这个这样子的 旷世奇文 就被拔到区块链上 这也是为什么 我就看到 链新闻在讲 我想说链新闻 为什么会关注这种新闻 一般来讲 这个跟区块链没有关系 但是因为这个 实在太奇葩了 但我相信在台湾 还是有很多张铁智门 就是这种双面人 然后不但把自己 就是明明是家害者 包装成受害者 然后明明是自己 性骚扰别人 然后在一篇这种发文 看似是在忏悔 其实是为自己脱困 因为他一直在强调说 这个跟记忆有落差 然后不是性骚扰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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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明明就是性骚扰嘛 因为焦原谱也有叫大家去 就是多去比照这个旧文 然后你就会 然后他也给了一个 我认为蛮好的注解 那焦原谱认为说 就是我们通常会对周围的亲朋好友 尤其是自己比较有对位的一群人 会给他一个双重标准 双标的意思就是说 有时候会莫名的去停 就是你好像你会 但是他这边讲到了一个重点 当你的亲朋好友做错了 你至少可以选择不要发声 而不是说上去还给他一个 好像一个大心一个爱心 然后好像还支持他 然后还觉得他没有错 那这个时候我们 当然我们也就看得出来 到底有些人的情商 外加智商是到什么样的程度了 就是我们可以 去让一些曾经犯过错的人 我们给他一个机会 但绝对不是像这一类的 旷世奇葩明明就是一个加害者 偏偏他可以用一个受害者的角度 而且我真的不知道说 他当初是为什么可以进哥伦比亚 然后他自己没有念毕业 我在想有哪几个哥伦比亚 没有毕业的研究生 敢用一个自己曾经去性骚扰过别人 当成一个理由 来说自己的论文写不出来 然后这样子的一个发文 脸书的发文 居然他还有一些 他的一些粉丝亲朋好友去支持他 你知道说这个人 是你认识的公众人物 是你认识很久的老友 甚至是你的父母 如果他做错了就是做错了 你至少可以选择不发声 而不是说还要去挺他 因为这样子的挺 你就变成了共犯 不好意思啊 我觉得说难听脸 这就叫做共犯 就是蛮震撼啊 我发现 我一直蛮欣赏的黄子娇大哥 黄大哥 他也来 他也有一个毁灭性的自爆 然后首先就是真的 我蛮难过的 一方面当然自己喜欢的 一位一个蛮敬仰的音乐圈的前辈 也做这样的事 过的就是那些被他伤害过的 希望他们也能够 能够 我不知道说他们看到了黄子娇的那个 现在的一个自白之后会有什么感觉 但是我也非常替他们难过 希望他们也能走出来 因为毕竟我也是一路走来 才变成今天的样子 然后黄子娇他的自白 也让很多人很震惊 很多人震惊 像我也是震惊 但是我也并没有算太压力 就是在演艺圈的一些状况 他有承认他自己做错了 然后再来就是他有讲到 就是说因为他现在也有老婆跟小孩 这也是我在想的 就是很多演艺圈 就是现在MeToo整个运动了 娱乐圈 艺文圈 甚至于甚至圈 任何有权势的人 当你们还认为自己可以用权势 去做这些不当行为的时候 请三思而后行 请知道你们自己是做错的 因为我在很久之前 我就在那时候台湾 就是我还在写部落格的时候 无名小战 笔克班 我那时候就在讲说 为什么有这种所谓的正媚文化 就是台湾物化女性的情况是很严重的 然后那时候就是 反正有很多很奇怪的 什么人正就不算性 什么人正就有正义 然后人帅就不算性骚扰 这个根本就是完全错误的观念 你不会因为说一个人长得很帅 你就能够接受 至少大部分的女生 就是大部分的男人也是 任何人侵犯你的身体 侵犯你的人权 或者用言语也好 用肢体行动表示也好 都是不正确的 都该被谴责 而不是说像 然后甚至也不是说 因为这个 她是正妹长得很正 所以大家要保护她 就应该有正义感 这也是完全不对的 因为但是台湾长久以来 这种诸葛亮式的文化 就是一直还是升职在这个社会里面 那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因为现在台湾要选总统了 在选出总统之前 所有的政党就是将来最有 其实是最有话语权 然后最会去改 有改变社会力量的 这个时间点就在这个时候出现 因为不管哪个政党 他们都会想办法的去表现 自己最好的一面 所以任何那种黑料 黑历史最不堪的东西 你现在把它爆出来 让他们自己去检讨 这样以后台湾就会有一个 比较干净的社会文化 那小S他的康熙来了 整天都开黄枪啊 然后他整天对男艺人 在就是当的 就是节目观众的面上下起手 我不知道说有多少人 觉得这样的是好笑啊 因为至少我不认为这是好笑 我也不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观念 因为你是潜移默化的 在让很多人觉得说 只是摸一下啊 就是开个玩笑 可是很多霸凌就是从这种 一开始看似好像只是恶作剧 看似只是开玩笑 更何况像什么 你的初夜是什么时候 还后来被很多人也当成了 可以拿来问的 小S自己也是妈妈了 今天你的女儿也要出道了 你能够接受你的女儿 上别人的节目的时候 别人问她初夜是什么时候 跟什么男人吗 因为这些话就是不应该讲的 那我不知道说台湾到底有没有 有没有性教育 有没有教科书 第一次就应该是要很私人 而且最好是能够美好 因为大部分的人我不知道有没有美好 但是你至少要教育 所有的人都不要轻易的去回答别人的问题 也不要去问别人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就是性骚扰 这就是性骚扰 而且你是当着所有的观众的面 听众的面去讲 而且今天这是一个非常在台湾 香港大陆都受欢迎的节目 这种感觉就很像是 你想的时候 你在读幼稚园的时候 你可能去动物园 你看那些动物 你就会想要拍打喂食 但这就不是尊重的行为 因为当你这么做的时候 这个就是充满了情绪 因为小S也不是变态少女了 你以为你还是在20年前吗 你还是变态少女吗 而且即便是变态少女也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 因为这是真的是令人很作悟的 因为你这种 我认为台湾现在已经走到 娱乐圈应该走到一个比较好的方向 因为流行音乐现在真的很好听 至少比我以前在唱片圈的时候好听 可是为什么综艺节目还是这么的低俗呢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这些主持人他除了黄枪 然后除了这种黄色笑料黄枪 然后除了这种对来宾上下起手 然后问感情问题 就没有任何可以让人 会觉得说有笑料的东西吗 可以做的题材还很多呀 是你们自己弱智并不是观众弱智好不好 现在最后要讲的就是 MeToo运动在台湾 这把火绝对不能熄灭 因为就是要在选出下一届台湾的总统之前 所有的政党一定会想尽办法 把自己最美好的一面给大家看 而不是把这些最烂最龌龊 然后最该改革的事情 拿出来台面上讲 所以这个时候 想办法让这些人知道说他们做错了 台湾才有一个机会 台湾才能够有一个真正是所谓民主人权 因为对我来讲 所谓的人权就是不要去侵害他人的人身自由 所以你侵犯人身自由 当你性骚扰别人 性侵害他人 你用言语口头 或者你已经实际付诸行动的时候 这就是违背基本的人权 这个也就是 人选之人这部剧 它讲的是一个总统大选 但是台湾这条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所以我也曾经是一个受害者 而且我是真的在纽约 我之前一集有讲 我告性骚扰 我是有告成的 而且这一段过程历经三年 很不容易 但是我有打赢 就算是打赢 我到现在还是心里不舒服 所以我非常能够体会这些感觉 我也不是像以前像现在这样 这么勇敢或者这么侃侃而谈 就是受过很多伤 那个肉长出来的心肉结得很深 结得很厚 我今天才有勇气这样子讲 所以我们必须要制止这种不平等的待遇 谢谢收听收看 拜拜 拜拜 by bwd6